2018年世界与联世界巡回赛,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首轮决逐,中国的表现不俗。 时宇齐直落两局战胜叶尼的苏吉亚托,高仿机以2比0淘汰头号种次戴资营,陈青城甲一反顺利进击,刘成章男则止步首轮,时宇齐和苏吉亚托此前交手过两次,双方各胜一场,首局开始后苏吉亚托就迅速拧逃,他顶住时宇齐的几次冲击保持领先。 在12比15落后时,时宇齐再次反,他连追三分扳平,16平后苏吉亚托又拿两分再次拉开,他以20比18率先拿到局点,时宇齐临危不乱,连接两个局点追平,苏吉亚托之后又浪费了一个局点,时宇齐趁势连得三分,以23比21先下一场,第二局两人几次战平, 六平后时宇齐把握机会,连得五分,来开领跑,之后的比赛时宇齐牢牢控制场上局势,他不断扩大优势,以21比13再下一程,他以2比0淘汰苏吉亚托进棋。 第二轮里,时宇齐将迎战韩国老将李选一,高榜结和戴茨颖此前有过一次交方,2016年中国台北公开赛,上戴茨颖以2比0获胜。 这场比赛开始后高榜结就打得积极主动,很快以8比4,11比6领先,在局内暂停后,高榜结继续保持领先,他顶住戴茨颖的反扑,以21比17先升多人。 第二局中戴茨颖率先领跑,一度以12比8领先,高榜结抓住机会连拿6分实现反抽,这之后他越战越勇,成功扩大。 优势以21比16锦上添花,高榜结以2比0暴漏淘汰在资赢,这场比赛只进行了36分钟。 南双赛场中国队喜悠参半,4号种子刘春招男只抵抗了30分钟,就以19比21。 4比21连丢两局输给印尼的爱山赛第2案,黄凯翔王毅率以2比0,21比11,21比16战胜中国台北的李哲回李扬。 第二轮里,黄凯翔王毅率将挑战爱山赛第2案,女双首轮中国队也有两队组合晋级,三号种子陈青陈甲亦凡,只用了22分钟就以21比11,21比13连下两成淘汰一对美国组合。 唐金华与小孩同样是2比0,21比11,21比10,进取日本的福乐上次与油胡桃,中国队也有两队混双晋级,头号种子正式为黄亚穷,控制着场上局势。 他们以2比0,21比18,21比17战胜马来西亚的城秉顺五六赢,陆凯翔路以2比0,21比12,30比29陷胜德国的拉姆斯福斯赫特里奇。 正式为黄亚穷第二轮将对正硬度的来积累比跑那怕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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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